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套的秀是不太需要再多一些不同的艺员这样子 前不久 韩根参加天天向上栏目引发霸露门 一时间被扣上了耍大牌的帽子 这也直接影响到了韩根最近的心情 据悉 当天蔡依林也作为对岸嘉宾参应了此次录制 不过她在现场表示 自己是最后一个上场的嘉宾 因此并不清楚整件事情 但是她还是要为韩根加油鼓劲 希望她能够尽快走出心里的阴霾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不太清楚状况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评论 但我觉得每个人都要都在做事情 一定有她的方法跟理由 所以不方便评论 就希望她这次加油 然后我觉得艺人最重要 就是要坚持喜欢表演这件事情 那喜欢她的歌名 我相信还是会很期待她的作品 此外 蔡依林的感情生活依旧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她与男模锦容的恋情被吵得沸沸扬扬 而两人却始终没有正面回应过 今日有媒体报道称 蔡依林一改以往遮遮掩掩的态度 在微博上与锦容大方互动还聊起了美食 小两口的恋情疑似迅速升温 于是在现场我们也第一时间向权令求证了此事 我觉得那就是朋友之间的互动 我其实跟 像我跟韦伯也常传来传去 所以没有什么太需要大惊小怪的 那是秦仁姐那一天 她说 秦仁姐快乐 爱的蔡依林了 只爱的蔡依林了 就问候啊 对 就是一个微博的转发 所以大家不要 好啦 谢谢大家 继续